你好,中美爭霸威,大家好 好,那我们进正题以先,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仇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和按铃铃的 请你们每一天的十二点钟,或者晚上的时候 看一下有什么影片出 即是,如果大家要讲普京的选择,或者讲俄罗斯的话 其实你一定会讲起卡尔森 但是讲起卡尔森是想起特朗普的 因为没办法的 卡尔森这个人,有些人就说他在访问里面,说他低B的 见一见普京,他就弄得很... 很...很向往俄罗斯,又赞俄罗斯,什么... 老实实,这人一定不是低B的 他做的事呢,他这样歌颂赞美普京和俄罗斯 是不是真的他真诚悦伏地说,哎呀,我真的很欣赏你普京 是不是这样意思呢,这样... 还是,他直接去抬高普京,在低贬 这个的拜登呢? 那,他是有策略的那些东西 那,他呢,除了那个... 2亿view的interview 2个小时很久了,大家自己看的 一会儿才会讲 小小他的细节,这个里面 一些细节关于普京的 但是这人呢,他就... 你看到呢,他说 纽约的地铁和俄罗斯的地铁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呢 他就说 喂,俄罗斯的地铁很漂亮啊,这样 咯,其实这个表达是什么呢 就是说,咯,你美国 搞了这么多的制裁 现在呢,这位人兴啦 他放在第二些的频道,可能是 放在X啊,还是哪里都好 那就更加多些视频的 这个...YouTube他真的没有... 就是没有这么更新的 因为YouTube呢,对共和党不是那么友善啊 所以他也是随便放下啦,这样 但是随便放下都... 随便移到百多万的啦 这些KOL和我们真的没得比的啦 就是蚊比和牛比啦 他真的随便而已 随便都百多万啦 但是... 其实对美国社会影响很大 因为如果放在Twitter那边呢 Twitter就是现在X啊 那么他就拍着俄罗斯的地铁很干净 拍着纽约的地铁一坨屎 是不是啊 接着他拍着俄罗斯的超级市场 什么食物都有 但是呢 美国呢,就制裁俄罗斯 制裁了一万多样之后 俄罗斯竟然什么都有 那就是制裁没有用 接着再配合他歌颂普京 那其实歌颂普京呢 说他英明神武呢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拜登又老啦,又猛啦,又不记得东西啦 哪里救普京斗的啊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整个俄乌战争 拜登也是发动一个错误的战争 那其实呢 我又这样去说的时候呢 他说俄罗斯呢 有很多粮食 所以超级市场摆满东西 那当然我们会想起 哇 其实呢 俄罗斯呢 在苏联时代呢 超级市场是没有 货架没有东西的啊 那就是说呢 他 美国人是很记得 三十多年前 苏联压解的时候呢 就是俄罗斯的超级市场 还是那些的 物资供应很差啦 所以就导致人民 不满意去亡国啦 其实苏联的基础 不应该这么容易压解和散 不过呢 就是做这些呢 人性化 去服务人民的东西里面呢 他是做得差 因为俄罗斯这个民族呢 他们一直都是大开大合的 喜欢呢 打仗啊 做军事的东西啊 跟着呢 去喝喝吃吃的话呢 那些的服务呢 是做得很差的 那在苏联的时代呢 就是 这些做得差呢 最后那些人民不满 最后呢 就一末 一末去傾慕西方 就散了 那就很有趣啦 这个呢 卡尔森现在做的就是 啊他倾慕俄罗斯 其实这个目的 他是要踩死你拜登 但是呢 其实有一个效应的 就是 既然 美国不应该 向俄罗斯发动战争 就是应该可以这么说 就是 因为 因为 这个乌克兰呢 是 你拜登挑动出来的 如果在interview的意思是说 因为呢 其实乌克兰 和俄罗斯呢 基本上 就是一家人 在普京的说法 哈 卡尔森也是故意给普京的 就是这么说的了 喂 根本就是大家是一家人 现在呢 刚刚 这个 我们的扎努日内 哈 被扎连司机炒了 新捧上去 那个新的 乌克兰的 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呢 竟然是俄罗斯族 跟着呢 俄军的里面呢 也找到不少组织是乌克兰的人 那当然会说俄罗斯话 是吧 根本呢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呢 是物不可分 这个是普京的意思 跟着甚至说 在战场上 他 叫一些乌克兰的士兵投降 乌克兰的士兵说 我们俄罗斯人是不会投降的 那 在打仗的时候 他在为乌克兰打仗 但是他自称就是 我是俄罗斯人 我是不会 向敌人投降的 那样 其实呢 普京呢 就利用啊 卡尔森呢 发放了一些洗脑 就是告诉你 喂 其实是啊 列宁昂居居 无端端搞了一个叫 建立了一个叫 叫做 乌克兰 蘇维埃乌克兰 共和国出来 根本呢 1917年 或者是 之前 根本没有乌克兰这个国 乌克兰和俄罗斯 根本是同一个族 大家的祖先都是基赎罗斯 所以呢 俄罗斯那个 如果要拜山呢 都要去基赎拜 是不是 现在普京就这么说了 普京呢 现在不提呢 说要呢 打这个 去纳税法 要 保持和平 当初两年前 打仗说的那些 不说 现在他说 喂 其实这个自古以来 乌克兰都是俄罗斯领土 大家打内战 关你们西方什么事 是你西方挑衅了 变了这个内战爆发 其实 你不可以说俄罗斯是侵略 是希特拉 我们是同族自己 被你挑动之下 鬼打鬼 那这个 现在呢 你 啊 呃 卡尔森利用普京把口说 喂 普京 这个拜登挑动这场仗 是狠狠的 然后呢 也借普京把口说 喂 更加强大的 的国家是中国啊 这个呢 是普京把口说 普京呢 没有在这里赞美中国 说中国真是 哇 那些东西真的很好 比俄罗斯更强大 其实意思呢 就是说 普京 要疑祸东江 你美国要针对的 没有理由针对我啊 我又不是好打 更加好打的 那是中国嘛 那 这里是代表着什么呢 其实代表着 我说 这个卡尔森引渡的民意呢 有几方面 一方面呢 就是一种的 呃 一种的孤立主义倾向 我不知道他 美国人会不会收到这个讯息 但是很明显会看到 喂 俄罗斯打完他 都是这么富贵 是吧 超级市场摆满东西 他物资没有任何短缺 那我还要搞这么多打仗啊 我美国国内有时候都会 偶尔说 有超级市场没有鸡蛋啊 跟着呢 里面有些供应有问题啊 超级市场有些货架就刺了啊 这样啊 就是美国人看到俄罗斯的货架 摆满东西呢 他会感同心事 就觉得 啊 拜登这个管治之下呢 我们美国人 挂着在外面搞这些搞路打仗 我们本土美国人的生活不好 跟着又有很多移民 涌入来的国家啦 又不肯建那边境场啦 当然骂一定是骂这些啦 另外就是说 喂 俄罗斯 挑动他打内战 他现在还是这么强大 那真的搞 搞扑吉 浪费了钱 我们美国自己 地铁又臭又烂 人家俄罗斯那个比我们漂亮 我们搞好自己国家里面的东西先啦 这样 所以呢 卡尔森呢 和 特朗普 究竟 是不是同一立场呢 我也要想想啊 因为这个引伸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因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 如果卡尔森 是代表特朗普 特朗普 究竟 他 如果赢了总统选举 很大机会也是的啦 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真的对拜登那种脑啊 挑起打仗啊 或者其实 卡尔森的挑动是有力的嘛 那 喂 那如果是阿特朗普赢了 而卡尔森真的代表阿特朗普的话 那就是说有个孤立主义倾向的了 那就是说 如果以色列 是要搞战争的话 阿特朗普会不会落水呢 那之前我会分析就是说 阿特朗普背后呢 是犹太犹异 是犹太犹异那边的支持 就是说呢 内塔尼亚湖是他大哥 但是问题是 阿特朗普做了总统之后 再做总统之后 是不是一定会全程投入 帮助 以色列 土平中东 还是反过来说 哎呀 以色列你收皮就算了 反正啊 整个阿根廷 现在都是犹太人控制的啦 喂 如果以色列不够打的 那全部移民退 阿根廷就好了 是不是 阿根廷不够 就去一下美国咯 是不是 就是阿特朗普 会不会走一套孤立主义的政策呢 回回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都是 美国都是在走一套孤立主义的政策 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就搞全球化的 帝国主义了 但是 阿特朗普现在 那小子 访问 访问完普京啊 接着拍摄这些啊 什么地铁啊 超级市场 是超级市场 是很孤立主义的嘛 这个是 值得留意的 我又不确认住的 如果你说 阿特朗普和内塔利亚湖的关系 究竟是不是有一些罪证 不听话不行 是死忠识那种关系 还是阿特朗普 在第一任期的时候 他要面对 拜登或者民主党 整堆犹太人的时候 他就以犹制犹 所以就 不断吹捧内塔利亚湖 就拿犹太人 即是内塔利亚湖的力量 打回 这个的 拜登啊 那些人 民主党那些人 奥巴马那些人 但是到他 真真正正面对国际政治的时候 他会不会 他一上任就 不止 抛弃乌克兰 连以色列都抛弃呢 这个位置真是 要他上了任才有最后的决定 不可以说咬死 他一定 加大中东战争的情况 现在你很明显就是 他说以色列 扯到要搞大他 就逼 拜登要全力去打的了 那 那 为什么不拖延一些呢 那 一是就等不到那么远 第二 可能他对 特朗普也不是很大的信心 啊 内塔利亚湖 有可能的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呢 可以进一步去看 那我们说回到最初吧 纳亚湖 你这人呢 其实就等于俄罗斯的黎智英来的 基本上是一个美国间谍 俄罗斯境内呢 就有很巨大的亲美势力的 不过俄互战争爆发了之后呢 西方呢全面制裁了 然后呢 你们说 你连 外汇储备都充公了很多 所以 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呢 在俄罗斯国内很多 亲美派的一些大商人呢 是很多有神秘死亡的情况 这个呢 可以说呢 纳亚尼后面的 财经基础呢 就瓦解了 因为呢 那些呢 很亲美的有钱人呢 已经在一个俄罗斯战争的浪潮里面呢 已经被普京呢 就融了 要不就 总之无端端死了 人间蒸发 那整盘数就 被普京的人已经接收了 那样 所以呢 纳亚尼这个人呢 在民间当然有人支持了 但是那些矮民支持他有用吗 对不对 那那些有钱佬的 亲美国的有钱佬 那就死得七七八八了 那全部都瘦了 要不就已经转了 就是 好似普京 或者是普京 呃 就是他以前那个副手 其实很大机会都做接班人的 就是梅姐夫啦 梅德韦杰夫这些呢 由亲美派都变成了激烈反美派的 所以呢 俄罗斯境内呢 已经呢 是没有人敢公开支持 呃 纳亚尼的了 纳亚尼这个人呢 可能民间有些年轻人傻的 会喜欢他 啊 就是这样了 就是他多次都是玩东西 搞蓝色革命啊 什麽什麽什麽啊 玩了好了多次 跟着2020年就有一宗中毒案啊 2021年就最后被捕入狱啊 那些东西 麻烦都七彩 那样 但是随着俄乌至真爆发之后呢 这些亲西方的汉奸呢 其实影响力得极小的 他在这个此时此刻 2024年的2月死了又这麽近呢 俄罗斯3月的选总统呢 我仍然会认为呢 他是不会影响到普京的选情的 因为呢 俄罗斯在战争里面有一个上风道 那根本就 大家都知道哈 美国那边就 在中东那边都是一团造的了哈 所以呢 呃 纳亚以来只是代表着 一些过气的人物 会不会说 喂 普京的对手 譬如说 一些的CIA啊 一些 就觉得他已经是 没用的了 那如果要死的话 不如早点死吧 那看一下他 测试一下他 对俄罗斯民间的影响力 有多大呢 那 那反正也是没用的啦 是不是 如果你擺持一点 我想他 普京连任了的话 那可能主动都容许他 因为这些界 跟黎智英之流是同级的 就是呢 呃 在俄罗斯来说呢 对那些汉奸富豪 都可以勒手杀很多贱 这些摆明是 外国代理人呢 那刀了他也无妨 不过就 总统选举前刀他呢 就觉得没必要 所以我就不认为普京做了哈 这件事是这样 但我不觉得会影响到总统选情 我个人也仍然这样认为 这里先说了这么多 哈 其实呢 刚才也提过了哈 哈 普京呢 是会觉得呢 现在呢 是说得明的了 乌克兰呢 和俄罗斯人呢 血密相连 就是说呢 俄罗斯人呢 就等着呢 拜 普 特朗普上台 等呢 特朗普抛弃乌克兰的时候呢 俄罗斯呢 就真的一次过要吞併整个乌克兰的了 吞併的形式是什么都很不重要的哈 譬如说扶植个什么 快女儿 做了乌克兰总统之后 那就要去加入这个俄伯联盟国咯 那 跟着用俄伯联盟国这个结构 变下变下变下变了另一个苏联咯 是不是 那也都 他 既然说 啊 乌克兰 和俄罗斯人打仗是一种内战 那样 想着就是瓜分了 和波兰啊 匈牙利啊 罗马尼亚瓜分 乌克兰啊 那样 就一定这样做的了 那样 这些呢之前的节目也说过了 那但是 那为什么 针对这个爱沙尼亚总理呢 那样 因为这个人呢 这位小姐呢 那他 这个很明显是美国代理人 选一个美女的 年轻的 刚刚三十几四十几那些 那些 在一些民主政治来说 有个美美的样子 其实我不觉得他很美 不过 如果是政治人物来说 算美的 那 他 就会吸引到一些 选票啦 那这些人呢 他极端反俄 极端侵美 跟着呢 他现在拆 一些的 蘇联时代的 的 紀念碑那类 那类 那其实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闻到浸美呢 就是一些新纳粹主义 你否断整个苏联 打走希特拉嘛 希特拉是曾经 是 攻打的时候呢 是 将整个波罗的海三国 即是爱沙尼阿 拉脱尼阿 还有 这个的 呃 这个的 立陶宛全部 是占领过的 跟着还要打进去 俄罗斯本土 在苏联的时候 在这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即是说呢 你这样否定 苏联 的 贡献呢 你等于支持希特拉的了 暗里 那这样东西呢 那 不可容忍 那 但是你说 普京 之前不是说的 对波罗的海三国 就是说 他提过拉脱尼阿 是不会移动的嘛 那 但是现在又提过 埃沙尼阿 那就是他会不会移动呢 那如果动得爱沙尼阿 动得立陶宛 那 那特意留回拉脱尼阿 那么过瘾 这个呢 中国说话呢 就一言九鼎的 普京说话呢 你真的不要百分百信 就是普京说 他想 拜登 就是继续连任 他觉得拜登有经验 对不对 其实他意思就是 说拜登废尼阿 那如果他继续做的话 就有利我俄罗斯抗张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普京 他说想拜登赢 那等于他说 他不会入侵 拉脱尼阿 那其实跟他想 拜登赢 差不多意思而已 那真是不作得准的了 那就是呢 最后呢 普京会不会在2024年 就入侵 波罗的海三国挑战不弱呢 在拜登的时代 玩东西呢 我们拭目以待 对不对啊 那補充一点点 就是这个 纳亚尔尼呢 就刚刚呢 公布了一个死因呢 就是血山的 那但是 我见到呢 这个 这个 在暮尼克呢 安全会议呢 西方很多人都不断罵俄罗斯啦 那俄罗斯就说 喂 你未审先判啦 也都整件事来说呢 我觉得呢 普京是没理由这样做的 等于香港呢 你没理由弄死黎智英的 有他慢慢错更开心啊 那所以呢 这件事呢 我也是之前说的 就是敌对普京的势力去做 而西方呢 也都好像 哇 反应很快那样 但是呢 在俄罗斯呢 搞不到任何 的风浪啊 很明显是搞不起的 那现在什么都看不到啦 好 那就是这么多先啊